Hello,大家好,我是羊羹爸爸 这次我又从国内运了一箱东西过来 所以我向大家分享一下我买的东西的内容 和这次转运的细节 我记得我上次就是我第一次使用国内的转运 是用的superbuy,大概是两个月前吧 那时候好像运了四五公斤的东西 那时候运负花掉了300多块钱嘛,350几块钱 然后这次呢,真的要感谢一个住在奇遇县的朋友 我本来打算这次也要用那个superbuy的 然后他跟我说,22公斤以上的话就可以做到1公斤18元的单价 EMSO,那我就直接就上了 因为我这次东西很多啊 这次呢我凑了25公斤的货 那我这一箱货重量是多少呢 24.86,运费才450元 我看一下那个细节是 我这个包裹是7月12号从青岛发出来的 那今天早上,今天7月20号吧 今天是7月19号 19号那就花了7000时间就送到我手上了 所以啊,这次体验也是比较满意的 而且哦,多亏这个朋友帮我省了很多钱了 如果我用superbuy的话 如果我走EMS的话 这次这个包裹肯定要在1000块以上了 OK,那接下来我们就开箱 OK 哇,这次装的满满的 这边有个iPhone屏幕总成 这是大阪的一个朋友偷我帮他带过来的 好,我们来介绍点次要的东西 这是一包上海咖喱粉 我为什么买这个咖喱粉呢 就是因为我要凑这个22公斤的分量 然后那个时候正好啊 我突然脑子一过 想吃上海咖喱鸡啊 就买了一包500克的咖喱粉 OK 然后呢,这是一包枣子 这个枣子也是杨哥妈妈想要的 当然我也是因为要凑重量 我才买它的 这东西,这种东西扔一边了 然后呢 这个是烙铁头恢复膏了 好像这玩意比较有用 我没有用过哦 瓶子挺大的 但是量好小 看一下 好浪费包装了 OK 然后呢,我还买了两把手术刀啊 这个呢,是修电器的时候 可以刮主板啊 还有修手机的时候可以用的 这个呢,是一个 猫的梳子 买它是为了给我们家的兔子用的 这个呢,拿给杨哥妈妈 还有 这些年糕啊 这个年糕呢,我们家 这几个人都很喜欢吃年糕 日本其实也有年糕 但是日本的年糕啊 跟中国的年糕真的不一样 还是中国的年糕好吃啊 当然啊,这个年糕买它也是为了凑重量 你看体积又小,重量又重 还不错 然后呢,这边还有个仪表 这个仪表是一个安培的仪表 为了弥补上次的遗憾了 然后呢,这有个支架 哎呀,这个支架怎么摔成这样子的 为什么买这个支架呢 因为到目前为止 杨哥爸爸拍摄啊 都是,都是用了这个 就这把台呢 把那个手机固定在这个上面 我觉得很不方便啊 所以呢 买这个支架是为了固定我的拍摄用的手机用的 这东西当然在日本的 亚马逊上也买得到了 但是价钱贵很多了 那一样在国内买来的 顺便就买 买一套送过来了 当然了,它这个支架的原始的目的是为了话筒啊 因为我前阵子又买了一把 我买了一个马蓝式的话筒 所以呢 因为我买这个话筒呢 后来我又追买了一个 这个支架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表 我看一下啊 有可能是500毫安的吧 两个安培的,我又买了一个两个安培的 我可能是买这个为了给我加装到我那个可调电源上 然后呢 这是一个分枪的支架 就可以用来固定热分枪用的 那看着外观没有损坏 我也不打开它了 然后 这有个大家伙来 大家来看一下 哈哈 ESD SAFE 853A就是预热台了 拆焊用的预热台 拆焊用的预热台里面 好像我哥给我塞了很多东西在里面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呢是100个LED 我买它为了 为了给我那个显微镜的照明啊 增加用的灯珠 然后呢有个USB3.0的读卡器 这个我平时要用的 诶,这边还有一个放大镜 放大镜用来干什么呢 主要是看那个主板上的IC的 其实用显微镜也能看 但是显微镜很不方便啊 你每次都要去掉显微镜太麻烦了 用这个的话就直接就能看了 它这边还有个照明啊 诶,但是它这个镜片好像不是玻璃的 塑料的,要注意点了 不能让它划伤了 这个是那个苹果的快充线 这是大阪那个朋友让我带的 好了,这里面还塞了什么呢 我看一下 这又是个苹果的快充线 这次那个大阪的朋友让我带了好多苹果快充线 这里还有什么 哦 这些都是一线按钮开关的小东西 这是我平时做电子DIY时候用的 这里还有个蓝牙适配器 我给我的台式机准备的 这个是我的预热焊台,逸华的 我感觉逸华这个牌子还不错哦 买这个焊台用来干什么呢 我打算用它来干switch的cpu用的 那到时候后面我会做视频了 这边有一个,哎呦包装都摔出来了嘛 万用固定家具啊 双轴主板通用家具 就是用来固定手机主板啊 或者switch的主板之类的 嗯,看着好像做工真的很好 它下面一整块都是金属的 具体怎么样还不知道 到时候用的时候我会向大家告诉 告诉我的感受吧 然后看一下这个 这次呢我买了4卷啊 就是4公斤的那个3D打印的耗材 这是一卷黑色的 蓝色的 还有蓝色的 这边还有几只硅胶 卡夫特的硅胶 我买了三只 但是好像被压烂了 买了白色的黑色的和透明色的三种颜色 这是一个车载的支架 我很想在车子上 搞那么一个支架 可以拍摄一下那个用手机拍摄一下行车的信息 不知道能不能固定得住啊 我想把它固定在我的玻璃窗上 这边还有个大东西 这是什么 啊,到了 这个是为我的3D打印机准备的 对 对,And3S用的 金格玻璃平台 一直听说用金格玻璃打印会比较爽 比较舒适 而且玻璃嘛 平整性比较好 所以呢我终于出手了 这东西在日本我也查过 哎呀,日本根本真的是贵的 天价 在国内这多少钱啊 这好像三四十块钱 就搞定了 回头 马上装上试试 待会 OK,还有很多东西哦 哎 两把刷子 还有呢 一些 钢网 因为想学习手机维修嘛 我买了一点钢网 这个 应该是那个阿毛一修的钢网吧 买比较老的钢网 好像比较亏一点 但是因为我现在是维修 修手机嘛 新的手机我下不了手 买点二手的 这iPhone6之类的 iPhone7 iPhone8的 钢网 到时候呢网上淘点 二手的 手机之类的 之前啊 在日本有一个修手机的 朋友 他也送了我几台 可以开机的iPhone6 我真的很感谢他 接下来好好学 向他学习 这是一个 哎呦这个 这个照明灯啊 这是美颜灯 嗯 那这个东西呢 我不是为了美颜的 因为杨刚爸爸从来不露脸 对不对 我是为了拍摄的时候 对 拍摄的时候 用了照明的 我现在不是用的那个很一条直线的那种照明吗 这经常屏幕反射出来一条直线 比较难看了 那我想尝试一下 把这个固定在那个支架上面 然后把手机固定在当中对下面照 不知道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希望能有我我所期待的效果 啊 这是 这个箱子是我这次最重要的一个东西了 是我的试播器啊 浦原试播器 之前我完工爸爸不是想让大家 给我推荐试播器吗 有好几个 网友都让向我推荐 浦原的1054 1054DZ吧 这次我终于入手了 嗯 这个 这个是给 给杨根准备的 杨根的那个iPad 那个 壳子里碎的一塌糊涂了 这次我买了个软贝壳 这软的贝壳呢 它这样摔啊摔啊 就不会摔碎了 现在是硬的贝壳的 是有机玻璃的贝壳 所以呢一摔就碎了 那给你 这个颜色怎么样 OK然后呢这里面塞了很多小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一些小零件之类的东西 这个是贴片原件的那个电子小制作的套装 我买它是为了做几期那个贴片原件的焊接的教程 然后呢 一些小元件了 这是编码器啊 这个是在电子小制作当中是我想用的东西 还有一卷 100克维修老的汉西斯 我之前在广地买的汉西斯都不好用 这次呢 我再小白手一下了 试试这个维修老的汉西斯好不好用 如果好用的话我会向大家推荐 哎呦 味道好重 然后再把那个门给我开一下 诶这是什么东西啊 拆机用的螺丝刀我好没买嘛 难不难不成是 是谁给我 哪个商家送的礼物 我怀疑是我买的那个iPhone的屏幕他送的 OK 这个iPhone的屏幕来了 这个是大阪那个哥们的 他老婆的iPhone7P坏了 iPhone7P的屏幕给摔碎了 所以呢 他就让托我买了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呢 前两天他刚把他那个手机 发给我了 他想让我帮他换一下 那到时候我再出一期 iPhone7P自己更换屏幕的视频吧 然后呢 顺便这次买了一卷高温胶带 这是一点小元件了 按钮贴片的元件啊 都是一些按钮 这个是 三角的插座 电子小字的手用的 这个是 钻头 买了点钻头 也是DIY时候用的 然后呢 这个是超细型的 0.02的 0.02的飞线用的 这个 这个是 试波器的 配件 这个是插角元件的 一个电子小字做的套件 到时候也可以做一个 焊机的教程了 这是宝塔新的钻头 这个也是为了电子小字做 给那个外壳开孔 其他的好像 哦这里还有 这个又是大阪那个哥们的充电线 你看他买了那么多充电线我的天哪 产品手册 天津市中环科技发展软件公司 哎这是什么 啊就是这个试波器的 资料吧 这边还塞了个什么 啊这个是测瘟仪 这个测瘟仪 100块钱左右吧 可以测高温的 大概是到580度左右了 好了这个浦原试波器的话 我下次 另外做其实视频 来测评它吧 你看就是这么点东西 其实很薄了 屏幕没碎哦 好像是没碎 OK了 东西放一边 好了 这个箱子已经很空了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 还有两个大东西打印号材了 炒绿色的 漂亮 这个呢 这个叫什么 亮龙色 无链接 橙色 漂亮 哎呦我的天哪 这怎么那么大呀 这个是按压瓶 我现在用的这种按压瓶 感觉很不给力按出来的 然后 所以看到 日本其实也有这种按压瓶 这种 但是很贵啊 都要100多块钱一个 我看国内这个东西还挺类似的 所以 就买了两个 这玩意不便宜 二几块一个 好像 质量也不咋地了 做工还是挺粗糙的 拿到手材质 用起来怎么样 希望它能感觉好一点吧 真的是做工挺粗糙的 还是买日本货好一点 先用起来再说吧 然后而且呢 这个 这玩意我买了两个 其实应该买一个 先试试 然后呢 我这边 还有两包 无尘布 这个 这是什么 哦 住在好像是一个南京的朋友啊 一个 一个信胡的朋友 他给我送了一套 南奇的螺丝刀 应该就是这一套 然后啊果然是 然后说 说南奇的螺丝刀用的钢很好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所以有很多朋友买那个Y字形螺丝刀 我都向他大家推荐的南奇的那个 2.0的Y字螺丝刀 说这个钢叫什么S2钢 还有什么钢呢 这个钢材 然后 这有个把手 哇 真的很感谢这个朋友哦 我会好好的利用它的 然后这边还有个大东西 我们看一下 哦这是一些3D打印机的那个 配件啊 一个是断料的 SENS 断料的那个传感器 这个呢是送料管 然后这两个是打印头的那个保温套 硅胶保温套 这个线可能是跟这个东西搭配的吧 这个断料 断料SENS 然后呢 这个大盒子 诶怎么又一块金鸽玻璃啊 我这次是不是买了两块金鸽玻璃啊 哎呀回去我回头我去检查一下我的购物车 哎呀这个没关系啊 在日本我可以把它卖掉 搞了两块玻璃 我还能挑一下 哪块质量好就留哪块 这个算是给我们家兔子准备的 剪那个指甲的 是吗 还有关键的东西 这次呢 很久很久以前了 有个朋友有个网友 他在网上买了几个 买了一套 比较好的链子 不是比较好是非常好的链子 送给我 结果呢那个商家还给发错货了 然后来回搞了好几次 对就是这套 这个这个链子是 好像是钛合金的 而且呢 他这个链子是做那个美容手术啊 手术专用的这种链子 真的是很精致 不知道用这个链子能不能 提升我的维修水平 真的很谢谢这个朋友 我会好好利用这些链子的 好神奇哦 好轻哦 这种钛合金真的是好轻啊 我感觉像塑料一样那么轻 但是的确是金属材质 好了 我们箱子已经空了 运气还不错啊 这次这次运送过程中没有一样东西摔坏了 那么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拜拜